下面有请董事长柯日文先生介绍公司2023年业绩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2023年度业绩发布会 感谢各位对公司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今天的业绩介绍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由我来介绍公司的总体概括 然后请我们刘归庆先生介绍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的一些情况 公司在2023年总体的工作情况 从六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一 经营业绩持续向好 圆满兑现A股的发行承诺 二 科技创新取得突破 新制生产力加快形成 三 占星业务布局全面完成 基础阐述融通互促 四 深化云网融合 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智能化升级 五 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 创造价值回汇股东 六 深入实施云改速转战略 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 2023年公司全面深入实施云改速转战略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积极拓展个人家庭和正体信息化服务 经营业绩持续向好 其中服务收入增幅位居行业第一 净利润保持酸位数增长 Eβ ROE均实现良好的增长 中国电信A股发行上市已近三年 公司圆满兑现发行时的各项承诺 高质量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2023年公司服务收入同比增长6.9% 连续11年保持正增长 近三年复合增长率高于行业平均 净利润同比增长10.3% 连续三年保持酸位数的增长 派取率升至70%以上 每股股息三年符合增长率为31% 为行业最高 市值管理成效显著 2023年底公司市值是2020年底的3.2倍 公司把握网络 云 AI 安全量子四个方向 坚持跟技术的布局 五年来一张蓝图会到底 持续优化RDO的创新体系 新要素投入在近三年实现突破 研发费用增长近1.8倍 领军人产增长近4倍 研发工程师增长1.7倍 公司也在研发运营营销三个方面 打造新的数字化的工具成效明显 公司以科技为引领 建立行业领先的云网融合 新型数字信息技术设施 国营框架全面成型 天地一体框架初步成型 向全社会提供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平台 公司基于四大科技重点 全面布局形成了云和算力 人工智能 大数据 安全 量子 新一代信息通信和数字平台等 七大战略性新型业务的布局 不断强化资深能力的秉赋 持续完善产品服务 全面完成有力推动了市场的拓展 新制生产力加快形成 天云高质量建设云计算原创技术的测源地 保持全球运营商第一的头部地位 公司大数据湖数据规模超500个PB 日均采集数据1.6个PB 同比增长了26% 量子通信商用进程行业领先 市场份额行业第一 卫星通信全球率先实现 大众消费级手机直连卫星 语音和短信的服务 2023年 公司天云云收入972亿元 同比增长67.9% 天云市场地位保持领先 稳居政务公有云基础设施第一 中国公有云S及S加Path市场前三 中国桌面及服务就是DAS第一 天云立足全站的自研的技术体系 行业领先的产品服务 安全可信的运营能力 不断巩固和强化竞争优势 没有AI就没有云的未来 围绕着大模型时代 对云服务商的新的要求 天云加速向智能云全面升级 打造云制超一体的 泛载算力技术设施 构建 汇聚 云销 西攘三大制算平台 成为国内领先的大模型算力服务商 公司积极布局AI和大数据业务 赋能 千行百业 已在教育 文旅 客服 金融等行业 形成了系列标杆的项目 公司持续强化基础能力 构建1加N加N新陈大模型的产品体系 达到了覆盖语意 语音 视觉 多模态 四大能力的通用基础大模型 以及面向政务 教育 交通等领域的 12个行业大模型 同时上线用于内部生产经营的 9个自用的大模型 依托星河AI平台的底座 自研场景算法超1万个 算法日均调用量达4.1亿次 依托自身的数据资源 推出星海大数据产品50余个 临则数据要素平台提供 全流程的数据交易的服务 在数据要素生态服务商排名中 位列第一 公司积极推动AI 大数据融入内部数字化运营 多错并举 降低成本 增加效益 2023年 销售费用占收比 四五级单基站的电费 一万号的业务成本 网络工单处理时长持续下降 AI赋能智能客服 助力云网维护自动处置成效明显 基础业务用户线上发展占比 光端口利用力和铁塔共享率 持续提升 公司加快建设高速泛载 天地一体 云网融合 智能敏捷 绿色低碳 安全口控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2023年 公司制算规模达到 11亿FLOPS 通算规模达到4.1亿FLOPS 推进数据中心向AIDC升级 加快部署新一代大规模的制算集群 安全能力持续领先 量子晨语网在安徽合肥率先商用 发布的首个信息通信领域大模型启明 实现了云网运营整体自制水平 达到A23等级 5G C等部分场级达到L4 公司与中国联通 持续深化共建共享 5G再用基站超过121万站 4G中频共享基站超200万站 4 5G融合的800兆基站达25万站 城市住宅千兆覆盖力超90% 规模行业领先 积极抢占航空互联网市场机遇 持续推进天地一体 信息网络能力的建设 2023年 公司总体资本开支988亿元 其中产数投资占比达36% 投资结构不断地优化 2024年 公司计划资本开支960亿元 同比下降2.9% 预计资本开支占收比降到20%以内 其中云算力相关投资180亿元 制算能力提升10个亿的FLOPPS 达到21亿FLOPPS以上 全面打造灵活弹性绿色的AIDC 移动网的投资占比下降4.5个百分点 公司全面深化企业改革开放 高质量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持续完善组织体系的建设 加快推进速度化的转型 深化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改革 打造汇聚专业能力 行业能力 生态能力 销售能力 与一体的系统集成的综合优势 加快推进高水平的开放合作 在产业发展 技术公关 人才培养 业务和渠道合作等方面 构筑共赢生态的格局 感谢各位股东投资者和分析师的一路相伴 支持和关注公司的发展 公司将与各位继续携手前进 共享发展的成果 董事会建议 2023年末 美股派发末期股息人民币0.090元 2023年全年股息为每股人民币0.2332元 派息率超70% 圆满兑现公司A股发行时的利润分配的承诺 公司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的引验 全面推进绿色转型发展 深化绿色低碳重点技术公关和自研产品成果转化 加快云网绿色升级 达到端到端的动态可调 自主节能的高效智慧的绿色低碳的网络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完善绿色产品的服务体系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赋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公司持续积极地践行社会责任 在用能 产品 运营等环节 积极地融入绿色的要素 温室气体排放量进一步下降 圆满完成重大活动防汛救灾的通信保障任务 推动数字乡村的建设 举办社会公益活动 打造全方位的员工关爱体系 公司秉承优良 稳健 有效的企业治理理念 公司治理水平持续地提升 公司将紧抓发展机遇 积极把握科技 产业的方向 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 深入实施云改速转的战略 坚持往事基础 云为核心 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推动新制生产力的加快形成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未来三年 公司预计服务收入 保持良好增长 净利润增速 增速高于收入的增幅 资本支出占收比持续下降 公司将致力于不断创造企业的价值 与股东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从2024年起 三年内 派系率逐步提升至75%以上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下面请刘贵清先生 介绍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的表现 谢谢 谢谢柯董事长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下面由我来介绍公司 2023年的业务和财务表现 2023年公司基础业务稳健发展 移动通信服务收入增长2.4% 过往及智慧家庭业务收入增长3.8% 移动和宽带用户结构持续优化 5G套仓游透率升至78.1% 千兆宽带游透率升至24.6% 公司不断填充高品质数字化产品 场景化服务 助力拉动移动宽带中火UP的连续三年增长 公司加快5G换星升级 大力推广5G应用 移动增值应用 对移动UP的贡献值达到5.4元 较三年提升8% 加快自家换星升级 不断升级全屋智能 天一看家等应用服务 智慧家庭对宽带中火UP的贡献值达到8.5元 较三年提升6.3% 智慧社区数字乡村多场景融通互促 规模大幅增长 有效拉动基础业务规模和价值的提升 2023年 产数业务对服务收入的增量贡献达到 70.4% 较三年增长11.8个百分点 正气客户数较三年增长11.3% 公司自研平台再售原子能力7450个 累计调用272亿次 同时带动ICT项目发展 拉动项目数量超5000个 签约额同比增长300%以上 公司数字政务平台和服务覆盖多个场景 数字工业提供网络化连接 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等解决方案 数字名声在医疗教育文献等方面 得到广方应用 云和算力方面 2023年天一云正气客户数 同比增长35.3% 签约算力项目84个 为客户大模型训练提供底座支撑 形成国内首个算力车解决方案 AI方面 加载AI的通信助理 四联网视频采零用户 约3000万 行业大模型赋能基层治理 智能客服智慧程式等场景项目 600个以上 大数据方面 公司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布局 已建成的数据服务平台超100个 打造政务服务 城市治理 毕业名 利器等产品 40余个 公司2023年 安全业务的收入 同比增长23.5% 其中云低市场份额稳居第一 入选Gartner全球头部服务商选择清单 安全大脑收入翻翻 公司全面升级量子产品服务能力 行业首创量子安全5G CPE产品 提出DICT加量子全场景产品体系 构建纯市级量子通信基础设施 为行业客户提供信息传输 数据存储等安全服务 5G定制网规模发展 矿业智慧城市及教育等多个行业 优秀案例广泛复制 行业应用的项目累计超3.1万个 年度新增项目数同比增长 106.3% 卫星方面 公司率先推出大宗消费机 手机直连卫星 语音通话与短信收画 通信服务 针对环境监测工业远程监控等场景 提供数据集材交付控制服务 在强险救赞中提供基础通信保障 物联网方面 输入增长48.3% 用户数超5.2亿幅 自研业界领先的物联感知云平台产品 已在全国十多个省市落地 赋转100多项城市的治理应用 自研网方面 输入增长29.7% 用户数超7700万户 公司国际业务全球布局稳步推进 截止2023年底 在海外设有53家分制机构 员工人数2000多人 收入超137亿元 公司持续加大 境外云网基础设施建设 国际传输网络骨干踪距的规模 约115T 海外机架数量持续提升 发力战型业务海外落地 持续推进天一云出海 全球CDN节点增加15个 首批获得全球卫星移动号码资源 海外云联网连接数超30万 公司通过精准有效的成本管控 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支撑高质量发展 经营成本同比增幅降至6.3% 为2020年以来最低 为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公司湿度加大 产数智慧家庭等高增长领域的投入 同时加大科技型创新型的人才引进 湿度加大一线员工和高绩效团队的激励 此外公司保持必要的营销资源投入 强化线上线下协同和AI精准营销 提升销售费用的使用效率 公司财务实力持续增强 Iberta同比提升5% 达到1368亿元 总债务下降12.8% 资产负债率为46.5% 资本结构保持稳健 主体信用保持最高3A等级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今天的会议除了有本地媒体现场出席以外 我们还有国内的媒体通过电话介入的方式参会 刚才董事长在业绩介绍的时候已经提到 公司完满兑现A股发行的承诺 在过去三年 公司的收入、盈利能力 还有分红都有良好的态势 公司的失职也有明显的提升 为了感谢未能到现场出席的国内媒体 对公司的关注、支持和参与 这一次我们的那个混搭互动 就有线上的提问开始 Ray 请提示一下线上的那个提问方式吗 好的 线上的参会者请注意 如果您需要提问的话 请在电话机上按 新一一 取消发问 也请按新一一 第一条问题是来自张铭 人民邮电报 您的线路已开通 请提问 好的 谢谢周志 我的问题是中国电信是如何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与趋势 进一步发展兴致生产力建设科技型企业的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也谢谢人民邮电报这些年对中国电信的关注和支持 这个问题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也是确实大家讨论比较多的 我们在行业里面也确实感觉到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在过去的一年 过去的三年发展得非常快 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智能化的升级需求非常旺盛 新制生产力正在加快形成 我们觉得这个要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有两点要比较好的要把握的 第一个呢 对新制生产力的特点和核心要有准确深入的把握 第二 在把握核心特征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电信的实际怎么样应地之一地去推动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新制生产力大家讨论得非常多 确实新制生产力它的特征 特点就是新 这个没什么说的 它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 以科技创新来推动产业创新 产业变革 特别是坚扑性技术和前沿技术 来催生新的产业 新的模式和新的动能 同时呢 用新的科技来改造和提升传统的产业 不能进去社会的发展 这是新制生产力核心和特点 那么结合中国电信实际 我们怎么样去推进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电信认识和推进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集中体现在中国电信由传统的电信运营商 向服务型 科技型和安全型企业转型升级 这个实践当中 核心是建设科技型的企业 结合中国电信的特点 我们的主则主业是建设好 运行好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 提供千行百业 千家万户的通讯的一些服务 要建设好运营好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就一定要把握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里面的核心技术 电信业的发展到现在 原来我们更多的是引进一些设备 随着科技的发展 有很多东西 你要真正把网络介绍好运营好 必须掌握网络的核心技术 那么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技术 是什么 经过我们这个研究 我们认为有四个技术方向 一个是网络 这个没有什么疑问的 第二个是云 即云网融合 第三个就是人工智能 第四个是量子和安全 我们就聚焦这四大科技的方向 加快建设科技型企业 真正的把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转型升级成为 高速泛载天地一体 云网融合 智能敏捷 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围绕着四个技术 围绕着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们在企业内部 形成了七大占星的业务 就刚刚我PPT里面说到了 云合算力 就云网数字安量子数字平台 那么这些年下来 我们按照这样一种 科技型企业建设的这种方向 不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不断推进企业的改革 不断地扩大开放 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刚才去年一年 以及过去三年 一些业绩 最核心的一个原因 就是科技驱动 大家可能注意到 在我们的主因业务增长里面 近三年来看 基础业务 可以说是稳健增长 产数业务 基本上是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云的业务高速增长 前几年都是百分之一百 去年将近六十八 符合增长力也是百分之八九十 所以新制生产力 新的科技来赋能 我们的运营 我们的业务发展 是有明显的效果 在企业内部 这种新的技术 赋能内部的运营管理 效率大大提升 成本大大降低 所以我们才有收入的增长 利润的增长 高于收入的增长 那么在具体的四大科技方向 我们都有阶段性的成果 有些地方还取得了突破 平常可能大家 对我们公司也很关注 也了解一些 我不全面说 有这么几个 一个云计算 在过去 我们国云全面成型的基础上 2023年 又向智能云的发展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基础网络 全光的Rodem网络 最大的光纤 千兆的接入网络 和最大的5G共坚共享网络 等等 天地一体方面 基本成型 手机支点卫星 量子保密通信 量子计算云平台 AI AI我们是现在 E加N加N 基础大模型 行业大模型 内部一些模型的一些应用 都已经全面地展开 全面展开 这些一些应用 不但是为当期 更为未来 奠定地很好的一些基础 时间关系 我不想去 非常细地去赘述这些问题 我们的相关材料里面都有 我想说的是 这些科技的发展和变革 以及战略性新型业务的布局 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我们的组织体系 原来的传统的运营商 像科技型企业转型 不是说转就转的 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大家知道 我们原来传统的业务 一些销售的局道 一些服务的方式 更多的是从营业厅上门的一些服务 现在人工智能 云的服务 哪有到营业厅上门去 能够提供的 都是软件 都是在线 都是制度 那你这个天云达到千亿级 怎么能够实现 所以老的这种渠道模式 肯定不行 公司全面深化改革 总部带头做起 专业公司 就像我们的云公司 人工智能公司 失联网公司 无人机公司 数字生活公司 等等 率先市场化改革 真正按照科研的规律 市场化的机制来运作 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 是省级公司 属地 接近客户 边缘 但是原来的体系 是主流程 主要是语音和基础业务 现在我们搭建了 以云中台为核心的 以客户为中心的 云中台为核心的 主流程的改革 再加上我们的正企的BG 面向行业的解决方案 特别是我们有一支 很好的系统集成的队伍 综合集成下来 中国电信这个公司 是能够为客户提供 很好的解决方案 各自之间市场化运作 市场化的结合 这是我们的组织和流程 机制上 市场化的一种机制 这个我不多介绍 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改革 才适应科技型企业的改革 说本质一点 就是适应新制生产力 发展的体制机制 流程机制 制度环境 内部的 怎么能够适应企业的 科技型企业的建设 和新制生产力的形成 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公司始终坚持开放 我们年度工作会的主题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现在技术的发展 产业的变革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这几年来 我们跟境内外 科研 客户 各方面进行深度的一些合作 才能够为经济社会提供一个 这个受制化的一种服务 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资本市场 各位投资者 分析师 各位股东 对公司的工作 给予极大的支持 帮助 每一次业绩发布 路演 沟通 或者反省路演 都给我们极大的一些收获 包括这一次 我们也很多同事 都到现场或者线上 直接聆听市场的一些声音 转化为企业内部 一种各种压力的传导 和责任的落实 责任的落实 回顾三年以前 近三年以前 我们回归A股上市 做了一些承诺 现在看来 我们圆满地兑现了 但是是非经过不知难 当时要说 这些数字要爆出来 估计 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但是经过这样一个方向 经过努力 特别是资本市场 对我们的支持 信任 我们也跟大家一起 共享企业改革发展的成果 说到新制生产力 和科技型企业建设 我想重点再强调一点 一定要重视人才 科技系 本质是人才 所以最近三年 乃至过去的几年 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是下足的功夫 这里有几个数字 我们领军人才增长了五倍 我们130多位领军人才 每一个和一个团队 都对一个行业 某个领域 都有举足轻重的一些影响 由他来带动一些团队 形成一个生态 对企业的发展是很大的一个促进 我们的主体队伍 我们的研发工程师 3.3万人 占员工队伍的12% 这几年来我们增长了三倍 这些为企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心智生产力的形成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所以我们对未来科技型企业建设 心智生产力的发展 是充满了信心的 因此我们刚刚那个PPT 对未来几年 我们也有一个 给资本市场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所以关于发展心智生产力 怎么结合实际 推动科技型企业建设 我就简要地回答你这个问题 也借此机会 跟大家做一个汇报和交流 好 谢谢 谢谢董事长 上一条问题我们就回到现场的 后面长头发的那个意思 管理层你们好 我是大公报李建议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第一条刚才管理层也提到 关于今年的资本投资会减小 还有董事长刚才也讲到 未来三年派息率可能超过75% 那我想教其实你们怎样看 公司的投资高峰期 下一个高峰期什么时候来到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公司最近不是收购一家量子公司吗 那我想教其实集团方面 在未来发展战性业务方面 会倾向于收购或者是自研技术还是怎样 你们怎样去平衡呢 谢谢 谢谢 谢谢建议 刚才在外面准备入场的时候 我们的同事专门说到 大家对我们很支持 其中有几个 也感谢你这么多年来 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你刚刚提两个问题非常好 这个自病性支出 我们24年安排960亿 比去年下降2.9% 主要是结构性的变化 一个是总量的压述 第二是结构性的变化 我们更多的投向智能化 这个方向 占收比今年有望下降的20%以下 并持续 过去几年持续下降 如果没有大规模的 像5G 6G这样的 应该说我们保持这样一种趋势 所以派系力 我们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特别是如果EBDA 能够持续的这种增长 自病支出 就合理地进行一些安排 那么我们就应该 把手上的这些现金 在这个时间更多地 与我们的投资者 为我们股东进行分享 这是公司的一个考虑 第二关于你刚提到的一个收购 和未来的这种研发的方向 实际上在刚才我在回答 人民邮电报 记者的问题的时候 也点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定要聚焦四个科技的方向 这个四个科技方向 不是现在热门 我们就说我们要聚焦四个 比如说人工智能和量子 我们当时把握这个方向的时候 那是几年以前了 那个时候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没有 可能小模型也是有 但是也没人提 量子的问题更是 是未来的技术和未来的产业 大家基本上是那种人 但是我们感觉到 我们的主则主业 我们的基础设施 要建设好 要运行好 一定要有关键核心技术 到底是什么 这其中云是核心 我始终想的是人是核心 云是核心 智能化是方向 智能化是方向 所以我们几年前 在AI方面 在量子方面进行的布局 公司成立了量子科技集团公司 咱们集团公司 下面设集团公司 可见我们对这个的一个重视 现在这方面势头还是不错 实际上这个量子的发展 也是生态合作的 开放合作的一个典范 我们跟科研机构 跟大学院所 跟相关的产业机构 境内外进行广泛的 合作和交流 下一步我们要坚持 这样一个开放 合作的这个方向 我们不会也没有能力 也不会像每一个技术 特别是原始创新技术 我们去研究 结合实际 比如说在量子这个领域 结合实际 怎么个结合法 最佳的一个结合点 就是发挥中国电信的 云网融合的优势 特别是最近几年 云计算发展的这样一种成果 我们要推出量子计算云平台 通过云平台方式 让方方面面 来享受量子计算的这种服务 因为我们有云的技术 关键的核心技术 所以我们把量子作为一种计算的能力 通过云计算 公有云的方式 来向社会提供服务 就像我们过去 通算 公有云服务 大家都很熟悉的 下一步 我们制算的公有云服务 再往下面 量子计算的公有云服务 并且 把过去的超算 通算 超制算和量子计算 有机的整合在一起 形成一云多算 这样一个云的平台 所以我们已经推出了 量子计算的云平叫天眼 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 还是有点前瞻性的 往前去推 所以我们是开放合作的一些态度 发挥自己的资源的一些秉赋 共同地把科研 那科技型企业建设好 我不知道这样说行不行 谢谢您 谢谢董事长 上一条问题 我们也回到线上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提问 Ray 请问线上有其他提问吗 有的 下一条提问是来自李乔宇 来自证券日报 您的线路已开通 请提问 感谢主持人 各位管理层号 我是证券日报记者李乔宇 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 我们注意到天翼云 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云林商云 和中国最大的混合云 作为国家云的框架全面成形 目前 中国电信在云计算及算力领域 取得哪些成果 未来的计划是否可以透露一下 第二个 AI是现在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我们注意到中国电信较早 就开始布局人工智能领域 中国电信为何能抢到这个牵手 目前在AI方面发展如何 第三 在AI加行动方面有什么考虑 谢谢 好 谢谢 你这三个问题 都是最近议论比较多的一些事情 说实话也是不一定回答得很准确的问题 我结合实际 来把我一些想法做一个交流 天与云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样你刚刚说到的国云已经成形 有很多的一些东西 我想过去的事情 我还是稍微少说一点 我想说说2023年以及以后的云的一些发展 大家注意到 在我们去年天与云发展 连续三年100%的增长收入 并且国云成型的基础上 把握AI的发展趋势 我们当时提论一句话 不一定很准 就是除去AI不是云 就是一定要使中国电信的天与云 向智能云演进 那么一年来 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取得了哪些进展 第一个智能算力方面 智能算力方面 现在我们是11亿佛罗布斯 去年一年增长了8亿佛罗布斯以上 达到了11亿 这个是相对领先的 这是一个 同时我们这种智能的算力 是能够通过网络 通过云的方式提供 公有云的服务 这是一个 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第一个是算力基础设施 第二个 智算的平台 就天与云一定要承载智算的平台 这个是智能云的核心 这里面大概我们去年 做了三件事情 当然原来通算的事也有 第一个我们的云销平台 就是计算加速 实际上这就有公有云的性质 这个平台成型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汇聚 就是AI的工具类的平台 提供服务的 去年也全面提供服务 第三个就是西长平台 西长平台大家都知道 是算力的调度 所以这三个平台 是天与云成为智能云的 一个核心的平台要素 这是你能不能成为 这个智算云 智能云 这三个是不可或缺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在智能云发展方面 你这个智算 你智能云呢 你一定要承载模型 承载大模型 中国电信我们自己的这个大模型 行业模型 内部模型 全面承载在天与云 智能云的上面 就是我们现在运营的这些模型呢 都是我们自己天与云 智能提供的这样一种模型 包括我们的星辰系列的这种模型 包括云与云 多模态的一些模型 同时 我们正在 使得我们的天与云 这个智能云呢 承载更多的大模型 就行业的大模型 这个实际上 没有一个承载大模型的云 你很难成为天与云 和智能云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 这个 就是一些进展 我是说去年一年的 像智能云的一些进展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在云计算发展方面 是吧 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看到的是 千亿的量级 是吧 国内这个领先在 超算 在这个通算方面的一些 一些优势 但是我们觉得 天云的 往智能云的拐点 我们已经越过了这个拐点 所以下一步对天云 对智能云的发展 我们更是充满了信心 这个云 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 一个底座 可能大家都注意到 说人工智能 如果不谈云的人工智能 这是很难想象的 而我们又有 网的基础 又有云的这个 很好的核心 中国电信在推动 人工智能 这个方面呢 应该说我们是 有优势和条件的 所以云呢 我就把最新的情况 做一个交流 你刚刚也说到AI 所以说到云 再往上面发展 实际上就是AI 这个几年以前 我们对AI的认识 也是比较肤浅的 但是我们认为AI是个方向 但是认识的深度还不够 当时我们更多的是 电信网络要智能敏捷 没有想到有大模型 然后AIGC等等这些东西 原来没想到 我们只是想到 我们的这个基础 要智能化的运营 要敏捷 灵活敏捷 要智能敏捷 但是我们没想到 会有大模型 但是就是现在看来 这个通信行业的智能敏捷 实际上就是 通信行业的大模型 如果拿现在的话来说 中国电信发展人工智能 刚刚有一个很好的优势 就是算力 和智能算力 这个我刚刚在云的方面 已经说了 实际上它第二个大的优势 是什么 大量的数据 刚刚我们说了 我们现在数据壶 500个PP的数据 每天还有几个PP的数据 往里面灌了 第三个就是 有丰富的应用场景 我们不像研究机构 去做那个模型 我们是模型一出来 成果一出来 我们能够马上地转化成 应用 十几亿的用户 那么多的应用场景 更为可贵的是 我们有一支 很好的AI的队伍 AI的顶尖人才 和AI的研究院 这个是个组织保障 那么在人工智能 我们的这个目标呢 是 1加N加M 我刚实际上已经说过 1就是基础档模型 N就是 N个内部模型应用 N个行业模型 现在在这个方面 都有积极的进展 包括在基础档模型方面 百亿参数的视觉模型 千亿参数的语意模型 和多模态的模型 都已经出来了 都已经出来了 在这个行业模型方面 12个行业模型 都已经投入应用 内部9个模型 也在赋能内部 这样一个降本增效 提高效率 都在这个去用 这些 所以1加N加M都已经 全面在推动 就是AI赋能内部 是吧 所以刚刚谈到 你刚才还问了一个问题 是AI加 是吧 AI加 AI加呢 就是 首先从内部做起 AI加千行百业 我们内部认为 你加千行百业 首先把你自己加好 你把AI赋能内部 推动内部的变革创新 能不能做得好 所以最近两年 我们跟资本市场沟通的时候 这是一个重点 汇报交流的 今天有一张片子 上次也专门有一张片子 效率非常好 效率非常好 效果非常好 空间很大 我们不管是 这个 在经营 在管理 在运行维护方面 都有很好的一些应用 这个为 那么我们到客户内去 富能千行百业 AI加 你看我们12个行业的模型 很多的都是 AI加的 但AI加的不是简单的新东西 它是一个传统产业的转性升级 以及战性业务的一些发展 所以关于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加 这一些发展 我就给人回答这一些 好吧 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一条问题好吗 最后一条问题 最后一条问题 最后一条问题现场的 管理员你好 东方预报的职责 就想要两个问题 请教一下 因为刚刚柯总有说到 我们的云已经跨越拐脸了 想问一下 因为现在就有看到其他同行 就是有增加的费用的竞争出现 就想请教一下 我们公司这边云平台 未来业务的贡献能力是怎么样 那个盈利 盈利水平又会如何 另外一个问题想多请教一下 就会看到那个服务那边 去年那个5G阿布 就是有低了一点点 就想请教一下 今年那个水平会如何 还有对于那个服务收入的 那个收入指引是怎么样的 谢谢 好 谢谢 关于这个云的发展 确实呢市场的行为嘛 就是有价格 价格因素是市场的一个 不可少的一种手段 这个价格的问题呢 实际上不是今年第一次出现的问题 我觉得去年 市场就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我去年说 这个价格是一个基本的因素 但是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 一年实践下来 我们的云的收入 我们的云的增长 应该说还是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 那么下一步云的发展 我刚刚这个也做了一些介绍 就是现在中国电影的这个天云呢 它往智能云的相对发展 首先是质优 质量一定要好 用户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问题 而不是说多付一点钱 少付一点钱 特别是如果将来这个云 没有模型的运忧 没有解决它实际的一些问题 那客户要这个云的价值何在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电信的云 是云网融合的云 通过这个云的发展 实际上是带动到网的发展 云网一体 云网融合 云网不可分 所以这个我们 也没有打算把云网去分开 这正是我们的优势 否则的话 我们的分布式的云 怎么面向边缘的云 怎么能够组建 正是因为你有网 你才能够分布式云 正是因为你有分布式的云 你这个网的链接 它的价值才能够提升 所以要总体看 我觉得要总体看 这个公司的整体的这种业绩 那不管是去年 和这个过去的三年 还是这个今年和未来的几年 我们对这个发展 云网融合的发展都充满信心 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和特点 我想从这个上面 来来来再做一个交流 那个问题请这个 我们同事来跟你来回答 他更专业 谢谢您对我们服务收入 包括我们的5G收入发展的一些关注 就像刚才董事长解释过程中 去年实际上我们收入还是实现了 结构非常健康的一个增长的 基础业务稳健增长 产数业务较高速的增长 这个天以云 更加快速的一个增长 所以刚才您问到的 这个5G压铺值呢 我们也是保持了 稳中有生的这样一个态势 我们也还是看好吧 5G下一步的发展的前景 一方面呢 对我们现在真正登网的用户的百分比呢 还有很大的空间 另外一方面 现在全球的5G的市场 包括应用啊 非常的趋于成熟 那么带来了像AI 包括这个云 对个人用户的一些影响 比如我们非常好的天翼的云盘 比如AI加载的通信助理啊 视频彩铃啊 新通话新消息 这个都会带来存量价值的一些 提升的一些空间 另外呢我们也是 有信心啊 能够通过我们融合的发展 在一些差异化的产品的提供方面呢 有更好的场景化的应用 比如说更好的跟智慧家庭的融合 更好的给一些 比如说像直播的用户 老年用户 骑手的市场 这种锤类的市场 包括比如说对量子 对卫星 有差异化需求的 而且是我们优势的这些产品上呢 提供更加增值的服务 我们有信心呢 今年的5Gアップ纸呢 继续保持一个相对较低的 一个降幅 整体的收入移动UP值呢 实现正增长 然后也带动啊 我们收入结构的 继续的优化 产数的快速增长 然后实现整体服务收入的一个 良好的增长的一个态势 谢谢